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新中国经典赛事 和其他项目一样 中国体操事业发展之初也得到了苏联的大力帮助 1953年苏联国家体操队来华访问 他们不仅带来了标准的体操器材 还在七个城市进行了20场表演 观众总人数达到了51万9千人 这次和前苏联体操界的交流 让中国体操人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体操运动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 中国体操队逐渐成长为世界强队 在这场悉尼奥运会的男团决赛中 中国队已经成为俄罗斯乌克兰等体操强国的有力竞争对手 两轮比赛过后 中国队跃居了第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安马和调环比赛 第三个项目的比赛呢 第三轮比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第三轮是这样 中国队是自由体操 俄罗斯是安马 美国是调环 罗马尼亚是跳马 日本是双杠 乌克兰是单杠 自由体操也是中国队的强性 随着李小鹏曾经98年夺得过世界杯的自由体操冠军 第一个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杨威 那么杨威这个选手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 他的比赛比较稳定 自由体操也是他比较顺乎的一个项目 现在杨威准备上场 他也是来自湖北的选手 实体后方班转体720度 也就是说720渲一下 他这两周加转了720度 前方班转体360 再接前置500次 这一场完成得很好 这是有0.5加分 这是托马斯玄玄 是托马斯玄玄 电池 转队 电池 偶